大家好,这里是天涯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男来时各自飞 情感恩爱全抛弃 恩断义绝各东西 就是说感情不顺的 以前讲的俗语 那么接着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 从首相角度看一下容易离婚 容易感情不顺的几种首相特点 第一个就是双重婚姻 在首相当中 如果是有两条平行的婚姻线 那么这种人呢 代表于胜害有两次婚姻 运势是受到婚姻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结婚之后 可能迎来财运的变化 但是需要注意婚姻线下垂 婚姻线下垂的意思就是说 它往下垂跟感情线交叉在一起 那么这个是可以判断 根据交叉的流年在哪里 可以判断哪个年纪会离婚 那么这是一种 第二个呢是川字掌和断掌 断掌呢就是首相当中 这个感情线跟智慧线形成一条线 这个形成断掌 女人首相的断掌的话 一般性格都是比较 强势霸权 男人首相是断掌文的话是表示阳刚 有这个阳刚之气 对于男性来讲是断掌文是更好于女人有断掌 而如果是说女人有断掌的话是这个不听老公意见 而且要老公听自己的意见 有的时候呢容易走极端 或许说这个双手断掌出手打死人的说法 现在来讲就是说有很很这个能够成大事有权力的人也是这种首相 但是如果是女人双手是断掌 那么对婚姻是不好的 主要是性格强势固执有霸道 影响到家庭的和谐的氛围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这个两条感情线 两条感情线 这个或者是感情线中断 或者是感情线 这个在首相中指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倒纹 一般是感情比较丰富 桃花云比较旺 而且呢 经受不了这种烂桃花的诱惑 出轨 这是容易 男女都有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小指下方 这个出现坤宫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婚姻线的部位 婚姻线的部位 这个在首相当中 也是首相当中的夫妻宫 如果这个区域纹路杂乱 很薄 这个凹陷这个部位 凹陷这个地方都是夫妻宫不健康 容易引起家庭不和 而且感情非常冷淡 打冷战 不利于婚姻感情的因素 各种因素的发生 要尽量通过后天启迷 避免婚姻家庭生活 这个受到一些创伤 所以说这个整体这个纹路 也是有一些 杂文比较多 这个烦心事比较多 感情线呢 也是多杂文干扰 有关这个感情不太顺伤的 首相特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婚活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